我有个中国妈妈 美国爸爸 我爱上华山子 也爱英文字母 小宝宝说 A 是一座好玩的话题 从上华下有些更刺激 一二者说 O是一枚 一山的鸡蛋 要吃一口 饮养又美味 音乐家说 B是一双 凝蜜的二朵 吃不爽过吃 又美又动 小宝宝说 M是一座 包装无垠的山坡 爬上山顶 顶乐美 美丽风光 宝宝说 F是一根 天山的外角 主着的路 只稳又踏实 劳动者说 H是一张漂亮的椅子 轻轻坐下 柔软又舒坦 我说 二十六个字幕宝宝 都是可爱的天使 但我学习惯谁 那就是字幕组合 OK 大家好 我叫恩雅 今天我要给大家 讲一个我自己原创的故事 叫 粉红公主 和黑巫婆 这是我根据我的故事画的画 从前在森林里住着一个粉红公主和一个黑巫婆 还有很多小动物 这个粉红公主非常善良 她用魔法把一棵大树变成一棵苹果树 并且在树上建了一座树房子 每年等到苹果成熟以后 她都会分享苹果给人们 这个黑巫婆却非常坏 她把森林里面的动物全都赶走了 然后她又破坏小蚂蚁的窝 连小蚂蚁都不放过 真是太坏了吧 有一天 黑巫婆想了一个坏主意 她想把公主树上的苹果 全部都变成毒苹果 可是呢 被公主知道了 因为她会神通 所以她就看出了黑巫婆的坏主意 她问巫婆 黑巫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不喜欢你有好多好朋友 而我却一个朋友都没有 所以我想把你堵死 变成你的样子 把你的朋友抢过来 黑巫婆咬牙切齿地说 公主就微笑着说 黑巫婆 如果你真的想要交朋友 就要做善事 帮助别人 做恶事不能让别人恨你交朋友 反而会让别人恨你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黑巫婆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她就想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 首先她邀请那些动物们回到森林里来 但是那些动物们不想回来 因为以前黑巫婆对它们太坏了 所以黑巫婆就想了一个好主意 她给每一只小动物写一封信来道歉 对不起 我以前做的不对 我不应该把你们赶走 然后破坏你们的家 我甚至还很想念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 她也同时邀请了他们来参加一个特别的晚会 她用魔法变了很多特别好吃的食物给他们 我们终于感动了 小猴子 大象 还有他们的伙伴们 终于回来了 他们回来之后 都快快乐乐的相置在一起 黑巫婆像粉红公主一样 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他们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每年等到苹果成熟以后 黑巫婆会帮助粉红公主 一起分享苹果给人们 从此 它们还有全部的动物们 都活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不徒 ens 语 。 是